美国隔三查五的翻修菲律宾空军基地 不仅是给菲律宾底气 还是在催促中国做出行动 大家好,我是萧嫣一华 美国贴了心要在包围中国 不但在亚太地区投入更多的军事资源 持续炒热中国周边的紧张局势 最近美国海军官网宣布 美军计划翻修菲律宾的巴刹空军基地 坦白来讲,按照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战略部署 美国翻修菲律宾空军基地是迟早的事情 而且未来持续翻修的可能性也很大 事实上这并不是美军首次翻修美军空军基地 大家知道在两个月以前 美菲两国刚刚完成了对该基地的翻新 现在刚刚过去了两个月 美军又迫不及待的想要翻修这个基地 需要注意的是这次美军翻修的重点和上一次是明显的不同 他们想进一步把巴刹空军基地打造成现代化的基地 从时间线上来看 美军对翻修基地的计划未免紧凑了 中间仅仅隔了两三个月 美军到底想急什么呢 首先美军在官网中明确提到 这次翻修巴刹空军基地的目的是威慑中国 这对美国来说是万金油般的答案 也看不出来美军有任何具体的目的 不过如果我们结合最近中美之间的互动 这个问题或许就有一个比较清楚的答案 前几天王毅和沙利文刚在泰国曼谷 举行了一场长达十几个小时的会晤 在会晤的过程中 中方着重强调了台海问题对中国的重要性 而美国呢希望北京在红海危机中发挥斡选作用 到目前为止双方的态度还不明朗 在这个时候美国向中国发出了威慑的信号 很有可能是在催促中国尽快在中东问题上做出行动 其次呢美军这次的翻修计划 还着重提到了美军将翻修新的停机坪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美军将在巴萨空军基地投入更多的战机 持续提高在菲律宾的存在感 从而一步步把菲律宾打造成中国南海地区的毒瘤 而菲律宾看到美军远远不断的向菲律宾投入资金 第七只会更阻 未来挑衅中国海警 炒作中国南海问题只会更加的卖力 美军这一举动即增加了中国南海方向上的风险 同时也相当于给菲律宾持了兴奋剂 简直是一箭双雕 最后美军如此积极的翻修空军基地 一方面是为了持续提高美军在菲律宾的空军力量 向中国发出威胁的信号 另一方面也是在提醒世界各国 美国还没有被俄乌冲突 把一冲突给拖垮 拜登政府含有余力武装菲律宾 含有精力对中国做出威慑的动作 对现在的美国来说 如何在俄乌冲突和八亿冲突中 丝毫不露切 并且坚持对外界做出强硬的表态 是美国维护自身霸权地位的红线问题 这是美国身上根深低估的欧像包袱 如果这层包袱没了 美国的霸权形象也随之就消失了 所以美国虽然嘴里天天喊着有威慑中国 但他心里清楚地知道 以中国目前的海军实力 在菲律宾翻修一个小小的空军基地 根本威慑不了中国什么 但拜登更不敢停止在印太战略的布局 这也是美国在原无资金紧张的情况下 还要坚持对台事务的原因 这是美国放在亚太地区的脸面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 欢迎大家关注加评论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